接下來練習時事 這個表 還有一個150Ω還有一個R2 然後呢給了一個電池 它告訴你伏特劑毒素是1.5伏特 安培劑毒素是0.02安培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問你R2的電池 這個很簡單 R2的電池是V等IR 帶R2的電壓帶R2的電流 屏幕上安培劑的電流就是R2的電流 因為他們串連電路電流都一樣 你看到伏特劑這樣子量 你就知道伏特劑的電壓就是R2的電壓 所以等於是我的電壓也知道了 電流也知道了 那麼求電阻就直接帶公式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停車戰界問 R2的電阻是多少Ω R2 有電壓有電流就可以求電阻了 哇14號 75請坐下 答案叫做75 剛剛跟你講了 公式就要做V等IR 要求R2的電阻需要R2的電流R2的電壓 然後題目上就已經告訴你了 那個電壓就是R2的電壓 這樣兩種R2的電壓 電流是大家都一樣 所以就往裡面帶 算出來 就解決了 所以答案就是75Ω 75Ω OK 下一題 下一題要問你總電壓 你有兩種可能的解法 我講過了 我講過了 我在第一題 八的時候跟你說過了 解法的想法很多種 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150Ω 然後你就知道150Ω的電阻 你也知道它的電流 你就可以求出150Ω的電壓 然後你有150Ω的電壓 右邊的電壓也知道 就是串聯電路 你就帶進去 那個串聯電路的電壓怎麼辦 相加 你就知道總電壓多少 就是一個方法 你算出150Ω的電壓就算出來 第二個方法是 你剛剛已經算出了R2的電阻 那你就會有總電阻對不對 兩個都知道就是總電阻 然後你也知道這個電可是有總電流 你也有總電阻 你也有總電流 就會帶入V2R去求出總電壓 這樣也可以 想法很多種 通通可以做 你只要搞清楚 你現在到底在算誰 你在算總 就要帶總電壓 總電流總電阻 你要算的是R2 你就要帶R2電壓 R2電流 R2電阻 算什麼就要記得 帶什麼 OK 請問你 電源總電壓是多少 請問停車戰界問 好 電源總電壓是多少 找一位帥哥男有嗎 沒有 這是可愛小女生 27 27號 225Ω5 42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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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然後剛剛講過有兩種可能的做法 我這裡呢 一個是先求出150Ω的電壓 然後再利用電壓串連公式球 也可以用所謂的總電阻總電流去求總電壓 這有兩種方法可以做 那我們現在用後面這個方法 總電阻總電流求總電壓 那麼剛才有算出R度是75歐姆 那麼這有150歐姆 串連的電阻要怎麼樣相加 所以總電阻就是225歐姆 然後那個電流的總電流嘛 串連大概電流都一樣 所以呢總電流就是0.02 然後呢總電阻是225 所以代進去V等I R或者是說R等I分之V R等I分之V我們說叫做電阻的定義 OK 就算出來叫做4.5伏特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是4.5伏特 我們再一次的告訴你 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多種 思考的途徑很多種 怎麼想都不要緊 用一個你自己能夠了解 能夠理解的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方法去做 不要看別人的做法說 這看起來好快 我就要學它不用 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什麼東西你不要能夠明白 就用你那個明白的方法去做它 解決方法有很多種 就是我們的練習十四 OK OK